国人陷入打工骗局 我们实有所闻 但受害者往往基于各种外在因素 难以安全回国 随着缅甸爆发内战 外交部10月启动撤侨计划后 在缅甸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下 成功将121名大马人安全接送回国 一行人从缅甸入境中国昆明 并在今天凌晨3点45分非底独门 因为一场内战 陷入打工骗局 而滞留在缅甸北部老街市的大马人 通过外交部和中国 以及缅甸当局的合作下 才有机会逃出生天 在迎接他们回国之前 警方在机场戒备森严 确保机上权员安全抵达 承搭亚洲航空特别专机的121人 从中国昆明登机之后 今天凌晨3点45分顺利踏足国土 一行人在警方的护送下 面对媒体镜头 随后接受简单的驻查录共 就能够回家和家人团聚 同样现身吉隆坡国际机场 第一行下的外交部副部长 拿督·莫哈默·阿拉明指出 这121人的年龄介于20至50岁 政府起初是为了解救 受困在缅甸内战的26名大马公民 先后向缅甸政府发出超过10封外交通告 最终获得对方的配合 不过10月启动这项行动后 当局才发现 还有更多陷入打工骗局的大马人 因此决定一并营救他们 我们已经持续向他们 根据外交部的数据 在这121人当中 有54人来自沙拉越 是这批受害者人数最高的州属 另外的22人和10人 则分别来自霹雳和吉隆坡 事实上 政府这次应该撤离128名公民回国 但基于各种因素 还有7人必须滞留在缅甸 摩哈摩阿拉敏表示 无法回国的大马人目前在医院寻求庇护 健康安全也得到保障 政府将时刻观察事态发展 接着再商谈下一步行动 此外 我国也在印尼政府的请求下 同时接送一名印尼籍人士到吉隆坡 接着交由印尼驻马大使处理 马斯尼社电视采访报道